花莲县文化局文化服务队成立30年了 13号特别召开年度大会 改选新任的队长 116位文化志工来自各个领域 除了有热忱的服务精神 他们也拥有相当多的能量和资力 退休之后加入文化志工的服务 他们说这是最好的生活体验 也让人生更加丰富有意义 在各个文化展场还有艺文活动的现场 都可以看到穿着制服或穿背心的文化志工 他们亲切又专业的为民众来导览解说 让所有前来观赏艺文展演的民众 有更深刻的收获 目前花莲有116位文化志工 每天排班在各个文化场馆来为相亲服务 那看到很多的我们的志工 对我们的学生的包容 那我觉得他们的精神真的很可配 所以后来 因为我带了郭子舅文化馆的合唱团 也是我们的志工 他们主动的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合唱团 在他们的身上看到 这就是我们人生 以服务为目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志工的行业 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带音乐的 在舞台上面的表演 需要有很多的幕后帮忙的人 那这些志工就是最好的一个工作的伙伴 也是有协助我们在舞台上面 很安心的表演最重要的一群人 我在文化局退休的 当时也是为了退休生活 不让他有一些空档 然后可以增加我在文化局一些文化素养 所以我就参加了文化局的志工 然后文化局我在美术馆服务期间 我让我增进了不少的智能 包括就是在美术以及书法方面 尤其我对书法的那个造诣都不够 所以每次为了要导览解说 我就会听所有的创作者 他们的创作理念以及思维 然后我在帮其他民众导览的时候 我可以把创作者的思维 跟他的意念还有意境 然后跟我们的民众解说的时候 民众他们让他们也有增进智能的机会 志工很快乐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 因为我今年也等于八六了 满八五了 我就想这个月退下来 然后呢 我说我帮个快乐志工 结果他们把我放到永逸志工里面 很好玩 可以学很多东西 自己也是有了 他们如果要我帮忙的 我几乎各组我都有参加 就大家过来嘛 就这样就好 什么修书也会 你要看书 要看各地方的 那个字画啦什么 你会得到很多很多字很快乐 13号上午滑连线文化局文化服务队 召开了年度大会 改选新任队长 即将卸任的队长方美玉 也期许未来服务队可以更快乐 更专业的为广大乡亲来服务 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志工伙伴 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致 大家能够有爱心 然后有快乐 平安 健康 这是 然后能够有包容心 同理心 因为伙伴们都是在 无思无悔的奉献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他们 特别是文化局 文化服务队 我们完全没有 完全无几职 大家还能够在 这30年来 我们已经30周年了 30年来 大家能够这么的付出奉献 是我们非常感恩的 我们希望是 在做一个传承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的队长是年轻人 也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创意 然后能够把这个团队带得更好 这次队长改选有五位候选人 每一位都上台发表证件 最后投票结果是由江永郎 担任新任的文化服务队队长 将继续带领116位志工 一起协助文化局来推展艺术文化 戒律会幻视报道